當然 我跟大家講 軍規跟民規有什麼不一樣 同樣一根螺絲 軍用規格的價格 會比民用規格價格貴很多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 因為軍用在不同的氣候條件 在不同的困難環境 他都要承受他所有的那個力道 民用不需要 所以同樣一根螺絲 你說那軍規民規 誰決定 美國都有訂定一個軍規的標準 所以如果你去買一台電腦 那台電腦叫軍規電腦 他絕對比民用貴 為什麼 一般的電腦 你可以潑水嗎 一般的電腦 可以在零度以下操作嗎 一般的電腦 可以在極高溫的時候操作嗎 不行 但軍規都要行 所以他的速度 不見得比民規快 但是他適應環境的能力 遠遠超過民規 這就是軍規跟民規 為什麼軍規比較貴的原因 所以徐曉昕 也不能怪他 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覺得軍人 甚至要適用牢基法 這都已經很不得了 我跟你講 軍人適用牢基法 有多大的災難 各位知道嗎 三十個人以上可以組工會 那我告訴你 一個連 一個連一百多個人 他可以組三個工會 第一排一個工會 第二排一個工會 第三排一個工會 然後排長說 明天早上五點鐘 提早半個小時起床 我們要去不把 準備涉及 那個第一排工會的 理事長出來講 報牌上我反對 違反牢基法 那你要讓我提早 半個小時收抄 各位這是軍人嗎 我們很多軍人在 各位有工會可不可以去秋豆 可以秋豆 如果有就可以 那軍中還成一個所謂的團隊單位嗎 軍中還是一個執行命令 軍中很多任務 不只是權益 連命都要獲出去 九六台海危機 有在馬祖 如果我有工會 我就要報告 這個要喪失生命 實在太嚴重了 我要加薪 不然我就要休假 那國家安全怎麼辦 國家安全 軍人是不在 牢基法的規範裡面 他甚至連這個都要提 所以他連這個海軍總部 所採購的東西 他就要說 這個LMB不合理 太貴了 各位了解一下 軍規民規不一樣 另外我講 你認為許小欣有想要脫離 這個泥沼嗎 哪有 沒有 甘之如一 為什麼 聲量大 多厲害 對不對 與其生命燦爛 不如昙花一現 這就是他的個性 對不對 你看我在這個時候的生命 有多燦爛 我的光線有多強 為什麼 大家認為許小欣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叫做什麼 密歡個性 是對民進黨才成名的 錯 是對黨內 許小欣的密歡個性 其實對黨內 他不是對民進黨 他對民進黨都是打這種 很奇怪的這種東西 修陸海空軍懲罰法 然後用牢記法適用於軍隊 那只是笑話 他真正厲害 是對國民黨內部的鬥爭才強 心肺大戰 他還記得嗎 他怎麼講廢洪泰的 我們要太舊換新 老的舊的破的換掉 要換新的 換新的 各位 換新的 對 換新的穿著精品 換新的都是以完成一個 他自己的里程碑 他就要買一個東西來獎勵自己 這叫什麼你知道嗎 各位 這叫做獵巫 這叫獵巫 我完成一個任務 我要把人家的某個特徵 把它留下來 對不對 陳時中 我把它打趴了 買愛馬仕 對不對 那如果你去打賴清德 你要買什麼 我要買飛機嗎 對不對 還要買什麼 我實在不難想像 這是一種把仇恨值 建立在所謂的獎品中間的一個奇怪觀念 所以就是說 我們以後做了什麼事情 要買一個東西來獎勵自己 那我們執行一項任務 對不對 我帶兵去打三軍聯訓 執行完任務之後 對不起 我要一枚拖式飛彈 我要帶回家擺到我家 對不對 下次再執行完一個九六台 九六台危機 我從馬祖吊懷 對不起 你要把卸數飛彈一枚帶給我 為什麼 我的戰功 各位是這樣嗎 為什麼我說武器 女生對名牌有興趣 男人對裝備有興趣 對不對 那你說不行 拖式飛彈不能帶 刺針飛彈不能帶 卸數飛彈不能帶 那我要一台BMW 讓國家獎賞給我 對不起 我們沒有這樣做 你所執行所有的公務的價值 遠遠超過你的物質價值 你滿身的物欲 然後你說我是為國為民 我是為法案 我是為理想 你在騙誰啊 那所以說他從你看 我家沒有很窮 我難道要到處張揚說我家樓盤店 一天賺兩萬嗎 對 賺完兩萬之後 我們睡在一坪大的空間 各位這有沒有一點反視差 有沒有一點高反差 一天賺兩萬住一坪 一坪是180乘180 我一個人睡都不夠了 我一個人睡都不夠了 他要放精品 放一家三口 還有一個衣櫃 衣櫃 還有那個一包一億的衛生紙 對不對 放那邊 你要想想看 這有多模樣讓大家想不透 然後隔天馬上就想說 我又沒有說幹什麼 你看我一樣帶精品帶名牌 那那天穿的U牌是怎麼意思 你的U牌跟我們的U牌不一樣 你的U牌是精品 我們的U牌比較評價 要演 演到底 要裝 裝到底 要不然都不要演 不要裝嘛 你當天應該是立刻把你那一件 你說不是LV的LV穿出來 就這一件 大家來評鑑一下是不是 對不對 你的名品 你的勞力士帶出來 什麼勞力士 就這一條 就是這一支錶 都不敢啊 全部藏起來 然後現在又出來說 我沒有什麼好怕的啊 他就是走到一個地方撞斃了 然後就跟那個掃地機器人一樣 然後又轉彎了 你是掃地機器人嗎 你是立法委員 你是國民黨 這一些選民一票一票把他選出來的 不要當個掃地機器人 勇往直前做對的事 而不要做好笑的事 勇往直前為國為民謀福利 而不是為你自己增聲量 所以許小鑫 我看他的樣子沒有要挺 所以很多人說你看他閉嘴了 他真的好乖 他怕了 蜜歡不會怕的 蜜歡的眼睛 看到的東西都比他小 我們看到的獅子這麼大張 他看到的獅子就這麼小 所以說在許老師的眼裡面 明嘴算什麼 你們講算什麼 我的眼球構造跟蜜歡一樣 特殊啊 看出來說是我最大 你最小 放心 二十四小時之內 我講他一定會再講話 看樣子我還低估了他 兩小時 兩小時就說話了 果然是蜜歡 果然是 是目中無人